演说梦工厂轮到我上场 您好,我是钟中宏教练 在这里我想为 演梦三梦想51号刘金平选手 谈一谈你的海选视频 这里本该的模样 非常欢迎金平 来自东马17岁的小女生 以非常靓丽的姿态 甚至我说是 相当有掌握演说功力的一位选手 参与了这次的演说梦工厂 所以我相信金平在平时 可能在学校有一定的演说经验 就算没有比赛的话 也有一些涉略或者是学习 因为看得出来 你在声音的变化 脸部表情和知识手势 都有尽量的去展现 所以感觉上你是一个非常有潜能的 与此同时 我想和金平 我在看你的视频的时候 我想跟金平再分享的是 我们几位评审 已经在前面和几位选手 都提过的共同的一点就是 可以再自来一点 尤其最近我和清吉导师 有谈论到所谓的主播式的演说 或者是 聊天式的演说 不用 老师也提到聊天式的演说 怎么去拿捏 如果太过随便朋友聊天 视频聊天 那又不是我们期待的 而如果拍过一百一演 但这一次的演梦 九十一位选手里面 好几位就是 都在尽量的展现你演说的功力 你的肢体动作 你的脸部表情 这一些都是我们希望在通过演说梦工厂这个平台 在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演说的风气里面 能不能一起来探讨什么是一个比较自然 可是又够生动的演说 一种分享 让听众很想去听下去 而又不觉得你很刻意 回到精品里 你具体的表现 我突然想到 来到五十一位的点评 我突然想到 可以回到我之前 给一些选手的分享是 用美食来比喻一个演说 一个一份完整的视频演说 就好像一道美食呈现出来 如果我的口味是想吃一些咸的 可是我不会想说吃到盐吧 如果我想是偏甜的 那我又不想咬到一些白糖的颗粒 这样的一种感觉 而精品在这一次还选的时候 有几个部分让我觉得 有一些的表现是比较刻意去设计的 比如你说你要选会长 结果成绩出来会长不是我 这种想制造剧情的张力 从高亢然后一个转折 让我的感觉是稍微刻意了一点 如果 这也是亲居导师有说过 如果你跟朋友聊天 你会这样子聊吗 你会跟朋友分享说 你当初的心情说 我高一手想选会长 结果我到最后会长不是我 你会怎么聊 如果会跟这一个视频一模一样的表达方式 那就表示原来你平时就这样子聊天的 那就是你跟人真的风格了 那时候往后的演说梦工厂的每一关 你就用回你自己的方式 如果不是的话思考一下 当然也有选手说如果这样子聊天跟我演说有什么差别 这也是好几位选手有私底下跟我谈谈的 那我也尽量用一些文字去跟他叙述 何谓又够自然又够生动 自然就是你跟朋友聊天会怎么样 够生动 那就是尽凭你有的 有没有掌握到声音的变化 肢体动作的一些运用 脸部表情的一些展现出你真实的情感 这个就是自然而生动的结合 是演梦希望看到绝大部分的选手 以这个方向去 然后大家都是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情况之下 看看谁的故事更能打动人心 看看谁的价值观让人有所得到新的启发 甚至是看看谁更能呼吁到我们 往你所要建议的方向去改进 这就是对演说梦工厂的一些期待 对所有的选手包括对我们自己评审的学习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期待 好 那我还是要来跟金平谈一谈你的内容 你的内容我觉得我是蛮喜欢 因为是你真实的在华业团的经历 然后你想选会长 结果你没选上 然后学姐怎么样去安慰你 这些转折让整个故事听起来是 这个逻辑推进是很好的 到后面说我们本该的模样就是内心的善良 到后面破题破得很好 那我也想听听听到后面原来你指的是这个 所以有给予到我一些惊喜 所以内容的架构结构是可以 我想它那些你的对文字的运用 比如你说无论 应该是文法吧 无论你是在竞争的社会 还是在龙争虎斗的 不论你是在竞争的国家 还是龙争虎斗的社会 竞争激烈的龙争虎斗 听起来好像都是一样 无论如何是A还是B 通常A和B或贾或乙是比较相对的 比如说无论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们都对他抱以公平的对待 不论他是一个活跃的学生 还是一个比较文静的学生 我们都一样鼓励他来学演说 他通常是有个对比的 而你用的是 不论是竞争激烈还是龙争虎斗 那就好像是 不论他是恶人还是坏人 那我们都要给他一定的教育 不论他是恶人还是坏人 或者不论他是善良的还是慈悲的 我们都应该让他受到保护 是这样子用的吗 所以可能是这方面可以去 当然是很小的就那句 可以去思考一下 有些写文搞授重复在论我们的搞授 可能在文法上面 或者用词的那种 一般上的那种感觉上面 可以不可以再检查一下 然后做出呼吁的时候 金瓶用的一个方式是 请你答应我 其实也没错 其实也是一种感觉 而我想分享的就是 在现今一些演说的风格 或者是说 甚至是一般听众的心里 是不喜欢被强迫接受一些概念的 就好像英文说的 hard selling 不需要你强硬的 卖我一样东西 灌输我一个观点 也是一种销售 对我来说 就是销售你的意识形态 或者你的人生价值观 所以可不可能是换成说 我也期望你 我期待我们大家一起来 保持这里内心的善良 类似的 而不是我请你答应我 所以这个稍微听起来稍微强势 但我看还是重复了 没有对错 纯粹风格的问题 去思考 如果你是观众 你是听众 哪一种表达方式 你比较能够打开心胸去接受 还是哪一种方式 可能会引起一些情绪上的小小反弹 所以这些都是很细的东西 希望金瓶在往后的演说 不只在演说梦工厂 可能在你的中学的比赛 还是可能往后你参加更大的舞台的比赛 是不是可以在演说的呼吁方面 做得比较温和一些 在用词上面 或者在情感上面 做得更加的让人觉得 你是跟我们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奋斗 而不是要求我们答应你什么 这样的一个模式 好不好 好 金瓶无论如何 我是觉得你的潜能 是在91位选手里面 可以很容易被调教的 充满潜能 在不论是内容 不论是演说的技巧 都有一定的水平 以17岁来说 我绝对觉得是 你是全国17岁的演说者里面 充满希望的 所以在接下来的演说 期待金瓶给我们更好的表现 演说梦工厂 等你来上场 等你来上场 我来自身的门